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争争 愿时间当人替代了责任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亮相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心凉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虽缘聚散 虽欲愿暖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请坐 今天是时载日 今天能够受慈 八观再界 可以消除罪业 念下九十节 当愿众生 消除罪业 九十节 常念观世音菩萨 常念地藏王菩萨 今天在十载日 大家发起一个慈悲 乃至愿成佛的菩提心 来受八观在界 那为什么慈悲呢 所以佛经里面说 如果人呢 人类去故意去抓这些海中 乃至野生动物 那这些野生动物有记忆的 他就会发誓 你们抓了我伤了我 如果杀我的 我就必定成为一个鬼魂 有力量放毒放火杀死他 如果没有杀我吃我的 至少我要让他病得起不来 那经典都有这样子说了 所以 当然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佛教徒不会这么做 不会去杀生 甚至很多人根本不可能去吃肉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无名 来自这些众生 也被伤害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报复的心态 这也是一种无名 在渊渊相报 何时了 所以我们大家发起了利他的慈悲心 感受到被伤害者跟伤害者的苦 还有这么多的家属在受苦 还有这么多人在医院 正在很害怕的挣扎 这些恐怖痛苦 事实上我们要修这个息息相关 无我的空性 我们谁也不能单独存在 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 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家一样 希望家庭没有痛苦 希望众生能够离开恐怖烦恼 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乘佛教的思想 念一下 感受众生痛苦的悲心 承担众生痛苦的大悲心 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能够感受到别人其他众生 那是一种悲心 人人皆有 很多小朋友没有读过佛经 没有读过字 看到狗受伤 他就受不了了 这是一种很好的悲心 但是如果要修大悲心 那就要进一步愿意去承担 对方众生所有的痛苦 那佛教因为有这种大悲心 而愿意为众生而成佛 为什么 因为没有成佛 我们就没办法帮助所有的众生 但是成佛最大的障碍 发菩提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那就是我执法执 意思说没有空性 对一切的存在有分别对立 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所以我讲到这个 各位一定要很注意 就是说修行佛法 最主要是在智慧 没烦恼 当你内心有一个喜欢跟不喜欢 讨厌跟不讨厌 而起心动念的时候 那你已经失去悲心 更是没有智慧 当你对外在的事物有感觉 但是你只有一个心态 那就是无限的包容 以及真正的悲心 那才叫佛法的心态 所以在这一点 当你骂别人 就是在骂自己 当你帮助别人 也是在帮助自己 所以当然我们很多人 很喜欢把什么坏的移开 把这个坐式脏脏的移开 那事实上这个坏的是 你内心里面说 感召来的 那是为事所限 你要改变的是你自己的心态 所以你改变你的心态 然后呢 再来用一种包容慈悲心 来感化 很简单的道理 很简单的道理 再大的冰块 你不是把它敲碎掉 你是用温暖的阳光 冰块就不见了 请记住这个道理 所以对我们自己也一样 当你内心起烦恼的时候 那你赶快生起一个 包容的悲心 那佛陀讲了 慈悲是体正空性 断除烦恼 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 所以当我们一起烦恼的时候 那你就要赶快生起这种 承担众生苦的大悲心 了解 自他平等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进一步所谓的自他教化 我完全的来 接受他的苦 然后为他修行 接下来我们今天 大家发起大乘的心态 来受此八观灾戒 然后最好要多念 雀温神咒 还是今天会念 佛说灌顶 五方龙王 所以神咒加持经 然后你这样的心态 种种放声 焉供点灯供水 绕塔 遇佛 以正确的言满 就像把灯打开了 爱慈悲打开了 那这个烦恼就改变了 简单的说吧 就像你的儿子最近在发飙 你跟你先生吵架 你觉得说对方错了 事实上 对方身上可能有一个障碍吧 你就用慈悲心为他念大悲咒 你也用慈悲心保护自己的悲心 就像佛陀对五百比丘说 五百比丘去外面打坐 他认为有魔鬼来干扰他 魔鬼本来就存在 但是他们来找佛陀 佛陀说 哎呀你们这慈悲的武器忘了用 你们就念了大悲经啊 大悲咒啊 那么就可以转化 不断转化 这个魔鬼还倒过来护持三宝 身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面对到这个社会的种种的变化 灾难 我们唯一能行的 所以念一下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勤行立众生 万法都是平等 不生不灭的 但是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用悲心去帮助对方 用光明去消除黑暗 用爱去消除恨 所以大家用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 来受持八幻灾戒 来改变自己的恶业烦恼习气 这是佛法的修行模式 这个叫不恶法门 所以站在解脱道 永远是一个舍弃世间的出离心 不碍然一切 所以站在菩萨道 了解万法的本体 都是虚幻空无自信 也没有爱也没有恨 它只是一个现象的存在 生病也好 跌倒也好 得奖也好 做大官也好 乃至呢 被放逐也好 不管得以失 他只是知道 他是一个现象感受 无受受想形式 他只是一个空无自信的 所以你的本体不要变 所以不生不灭 不过不尽 不争不减 是我们的本体 也是万法的本体 但是我们要帮助的是 让对方能够得到光 得到爱 因为他的本体也跟我们一样 所以对要解脱的人 是要不起分别 不起探层次 要成为菩萨人 在这个为根本 但是却要在这种 不起心动念的空性 去展现大慈大悲的包容 去帮助 所以我们所大乘的八幻灾界 应该用这样的心态 当然这样的心态 也解救了自己 更是改变了世界 进化了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来 所八幻灾界 是最好这样想 以这样子的承担众生苦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精进 哪怕我生命还有一秒钟 我还要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为他们念观音菩萨 为他们念阙温神咒 念到死 这样 这个就是修行 我自己得最重最痛苦的病 但是它却是空性 但是这个世界苦的不得了 我只有大悲心 为他们念佛 我诵经 各位要永远记住 这叫修行 卑至双运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境界 今天我吃素 我每天放生做阴供 为什么我还会得肺炎 为什么我儿子还会得肺炎 你还对佛教师去信心 还骂 还伤害 这个就已经是乱了 乱掉了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了解这个状态 既然要做菩萨 愿所有的痛苦 我都能够承担承受 所以愿能够利益众生的 一切方法 功德 完全 无条件的 悲心的 甚至发大 为众生发愿 甚至剩下最后一秒 也要为众生发愿承担 而乃至不断地去痛苦 去承受众生的痛苦 就像佛陀有一次 做一只动物 做一个人 到森林里面 被一只动物吃掉 那时候被吃的过程 想 哇 这个动物这么多 光我一个身体不够 因为我被吃掉以后 我的身体变成像大肉包一样 很好的肉 让无量无边的 这些爱吃肉的众生 慢慢吃 但是千万不要去伤害 其他的生命 愿他们吃我的肉 那么能够脱离出神头 就像佛陀有一次 看到一只老鹰 在啄动物的眼睛 所以这些老鹰 就专吃这个的 那怎么办 所以他发愿 愿我死了以后 我所有的身体 广大无边 有百千万亿的 众生喜欢吃眼睛 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愿保累世的功德 愿他们吃我的眼睛以后 然后呢 让他们能够脱离 这样的造业痛苦的轮回 将来也成佛 那我想我们今天 就怀着这样的心 也不是光今天 这个世界有政治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宗教的问题 对地的问题 地水火风的问题 各种病苦的问题 时时刻刻 在做什么 来 逼迫我们 这个叫各位要有这个体悟 这四面八方的墙围过来 把我们闷得都不能呼吸了 压得快扁了 要这样的逼迫 所以这个逼迫感 才会让你 不会活在世间的快乐 这个世间的快乐 有家庭 有爱情 有地位 乃至有面子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虚幻 是你自己制造的快乐 凡所有相间为虚幻 都是苦的 没意义的 但是我们却 以为它是一个快乐 永远快乐 我们叫常乐我尽 所以事实上是一个误会 无名 但是要这样去体悟 所以对这个世间不执着 但是呢 愿 所有众生都是在这样碍然执着 所以我们因而生起大悲承担的心态 而为他们愿大家都快速成佛 好 所以今天念观音菩萨的慈悲 愿地藏王菩萨的校愿 大校大愿 所以当我们念佛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念这个佛号 持咒 为什么要念这个咒 就像读经 那不是光嘴巴读 而是读经 武恩师修 经典里面的意义跟行为的实践 如果你读地藏经 而不孝顺的话 那不是很白读了吗 如果你会念大悲咒 然后又不慈悲 如果你喜欢念任言咒 又烦恼 特别重 果子特别强 那不是颠倒了吗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那一定要非常的 不管任何法门 都是要拿来 透过净化你自己 才能够展现在外面 念一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当你那天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是把阿弥陀佛的48代言功德 融入在你内心里面 然后再透过你的悲心 无所求的空性 把阿弥陀佛布施给对方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你不像录音机的念而已 没什么意义吧 任何的佛号经典 都是因为这样 你讲 阿弥陀佛 所以能够信仰 发起怨成佛的这种心态 然后得到诸佛的功德 透过你的这种空性悲心 然后去利益给对方 所以这个叫念佛 念法 念身 永远在你身上得到受用 所以佛教的基本原则 念一下 自受用 他受用 自安慰 而安慰他 不可能就叫一个爱吃肉的人 去跟人家念说 断除你们吃肉的业障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在法一定要自受用 不管你念地上经大背后 能演奏 不管你喜欢打坐 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 所以 但是有些人至少 虽然他做不到 他至少有很大的惭愧心 那还有道理 没有很大的惭愧心 然后这个法自己不受用 那佛陀就像汤匙一样 摇汤给人家喝 汤自己都没喝到 那不是 很可惜 所以八观灾戒 非常重要 你自己的身口意 得到了这些法的受用 身清静 语清静 意清静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 身口意清静 又广修功德 还是念佛诵经 目的呢 要供养 布施给受苦的众生 凡是存在的友情 哪怕他做上帝 哪怕做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他依然在苦的状态 强烈不强烈 早晚的问题 因为生脑病时死亡轮回 是必定的 所以这样呢 去看待所有世间 请翻到42页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菩萨 拿烟共香供佛 佛也是很痛苦的 我不是贵 拿烟共香供我 要比较大 点比较久 那当他佛慈悲 佛都说好吧 富士给众生 所以就像买东西有真跟假 要买个炼珠 城乡楼 有没有真跟假 我们也要去分辨 同样的佛法 你是修真的还修假的 对不对 好的佛法 如成香谈香好好闻 多闻妙法 不正确的佛法 之间有问题 让人家看了也难过 听了也难过 痛苦得很 所以当然在这方面 虽然我们有恭敬的心要供养 但是也要去选择 对跟错 所以宁可买最贵的 因为带供佛 一两支而已 所以敬养 那这个也是个大供养 所以最漂亮的话 最好吃的水果 所以哪怕我 数量很少 一点点真正的城乡谈 一点下去 那个不得了了 因为这些恶魔恶鬼 统统消除掉 净化掉 所以为什么修行的时候 我一定要点好香 这个意思 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等既殷勤恳勤可恶 为如等做八戒本师 所有语言 听我开导 福 借者 读来利益众生之首物 贤圣修道之要皆 三机平等实践 在家出家 七众通收 或月三土三恶道 而直屈人天 或操有漏生死轮回 凡事在这个世间 都是有漏的 你只要执着这个世间 欲界色界 无色界 不管你做什么身份 都是有漏生死的 所以凡事跟烦恼 我之相应的 都是有漏的 所以各位在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如果加入了烦恼 加入了分别 那你做得再大 会让你很受苦 因为这个会造成你将来的 有漏生死 下辈子让你做一个 有钱到极点的人 你会骄傲 对不对 下辈子让你 权力大得不得了 那你更会伤害别人 下辈子让你做一个 一个最大的天地 那你娶的太太可多了 嫁个老公可多了 那个时候呢 造了更大的恶业 所以各位在做什么事情 你们都要想说 我做这个事情 跟空性相不相应 跟悲心相不相应 跟愿成佛的菩提心 相不相应 能不能累积广大的上根 来愿成佛 乃至当下回向给众生 那个叫无漏的菠萝蜜 也叫无量菠萝蜜 所以我们 努力去做什么事情 都要达到无漏的 圆满的 和静等决案 五圣运载 这个五圣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做人要快乐 健康 长寿富贵 家庭圆满 这个叫人秤圆满 人秤圆满进一步 升天 天秤 欲界天 色界天 然后再来 升文秤 那就是听佛说法 听佛说法才有用 听凡夫说法你听不进去的 为什么 凡夫 这末法大部分都听不进去 所以 但是亲自见到佛 为什么要往生净土 这个人间 天天也在讲四圣体八正道 五根五立七不提分 八正道分 每天也讲了很多 听不进去 因为没信心 这个末法时间 圆满了佛陀 展现不出力量来 但是你到了净土 你可以相信 阿弥陀佛在说法 阿处如来在说法 所以叫升文 升文什么 就佛讲的真理 苦极灭到生命的真相 和正的阿罗汉 叫升文 再来圆绝秤 圆绝秤更厉害 根气更高 但是因为身在没佛的时代 看到因缘生 因缘灭 生生灭灭 他就觉悟了 所以叫圆绝 也叫独绝 因为靠自己的根气 去看到变化无常的真相 你小时候看到老人会死掉 我不需要努力 也读博士的 我也会老 如果我能够征服老的问题 那才会有生命根本的问题 你小时候看到别人 谈恋爱吵架分开 或是子女死亡 这个感情真苦 谈恋爱最后还是要分开 再爱的人还是要离开你 那你干嘛去跳进去呢 所以他就要去放下这些执着 叫圆绝 所以这个第四秤 第五个秤 是我们大家一起在修行的 那就是菩萨成佛之秤 叫大秤 但是我们虽然讲大秤 但是各位不能够离开 人天福报 做人要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持戒 布施 那进一步呢 修十善业 供花供灯禅定 可以升天 进一步呢 以这个为基础 然后追求解脱的心 所以因为你在修大秤 虽然修人天福报 但是要体悟四身体 体悟十二因缘法 进一步呢 修大秤 体悟万法平等空性 广修波罗密 法四宏四愿 十见六度波罗密 为了成佛 那但是你这个五秤 人天身闻人天身闻原觉佛秤 都要持戒 戒为走侠 像我这么说各位应该很熟悉了 听了几百万一遍了 那这个法如何用在你身心的当下 这叫八观再结 如果各位今天守八观再结 哎呦呦呦生气了 又起心动念 那就 就不可一刹那请起世俗心 不可一刹那请起懈怠 要勤修 所以呢要守护八支 勤修六念 那你要记住这个 才可以产生功能 一天变两天 那菩萨界呢 对不起 敬畏来寄 要守护 但是你随犯 要随忏悔 不然的话 这个菩萨界就不圆满 所以这个末法实在不容易 只能看个人自己的发心 那至少在八观再结 让我们恢复 恢复了不是光解脱了 恢复了菩萨界 恢复了三昧耶界 所以万善可被戒为基本 所有的善法都要持戒 各位今天来到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台 求受八戒者 先当小鸟八戒 明体 自方以各位一一传授之 然此八戒明月 八观哉 观者金碧之意 金碧八四不放顾 站在生文界 有解脱道 从外相来看 这八条我没做 站在菩萨界 从心态来看 哉 但是站在解脱道 他说过五不时命为哉 那站在菩萨道 那符合空性菩提心名为哉 所以叫观音哉 地藏哉 今天是死哉日 各位要有观音的心 跟要有地藏的悲怨校怨 这样去实践 所以外在八四 所以哉者其意 第二行 以过中五不时为哉体 那站在解脱道了 但是八四筑成清净哉体 尤其八四与灾体共相支持 又明八支灾法 须则灾一名戒 佛所制定故 戒一名灾 其身口意善业故 以身业其 则无慧恶 不但守五戒 修实善业 我们这个身体 来奉献给众生 甚至 修替身多 修四身法 真的去服劳力 甚至观想 各位都观想 佛陀本身故事 就叫我们观想 这个身体如何 为众生而奉献 为法而捐躯 这要把舍除 对这个肉体生命的执着 口业其则 无诸过失 除了消极了 不妄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其语 我们这个嘴巴 都能够念佛 诵经持咒 乃至呢 像佛的一样 嘴巴打开就放光了 如狮子吼一样的 广度众生 所以各位你念经 我们念华严经 不能念给自己听 念华严经要入法界 你念经的时候 使法界众生 上供下施就圆 各位修菩提经以后 你要永远去 供一盏灯 供一支香 念个心经 供一支花 都是完全在 上供诸佛 下施六道 这个叫入法界性 法界缘起 一点都没有 无益于的 今天我 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一千亿只蚂蚁 我每一只蚂蚁都想到它 为他们在上供下施 那这叫大乘的万法皆空 这一点一定要想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以这样来念佛 以这样来诵经 以这样来词咒 以这样的以佛的口 那么来为众生 辩才无外的说法 你修大乘佛教 不能只为自己 你为自己呢 就退落小乘 叫利己 虽然你没有伤害别人 但是你只为了个人 要把它守好 然后 那你所得不到大乘波罗蜜的功德 再来 新业期 消极来讲 无贪嗔痴 傲慢怀疑 还要 变成 用佛的广大智慧 乃乃 五种智慧 所以 那这样子的 来 不但不造恶业 我们的心 融入于整个法界 一心做死法界 所以 对四圣法界的敬仰 对六凡法界的这种悲心跟承担 要让自己 进入这种 一念三千大千世界 这种广大心 这个叫什么心 来 无上菩提心 那无上菩提心 包含什么内容 那你就要多读大乘经典了 清净善之士 按照这样 真的是做 因为我们 要达到 身口意 圆满的 佛身 佛口 佛意 等一下 摁阿奉 那这才叫 观音宅 地藏宅 做观音菩萨 做地藏恩菩萨 做阿弥陀佛 要如此 去转化自己 不然的话 你今天受完以后 明天打电话 又跟人家讲了 五四三二一的事情 所以坏话传千里 好话都不说 很多人喜欢这样 所以 那就没意义吧 没意义 所以你要保持 佛心 佛口 佛意 世界人说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这讲的比较 世间法 这讲的比较